黃色工程車突然失控 衝下斜坡還不斷左右滑行 最後重心不穩 當場翻覆 換個角度工程車滾了整整三圈 駕駛被拋飛 跌坐在路中央 生死一瞬間只差一點 可能就會被壓過 目擊民眾聽到巨響 紛紛跑出來查看 警銷接獲通報也趕緊抵達現場 這間傷者衣服褲子都忍上血跡 心惶意識很清楚 事發第一時間車殼零件散落一地 就連擋風玻璃也整片掉下來 現場一片混亂 有些民眾見狀立刻幫忙清掃殘骸 還有人負責指揮交通 避免發生 追撞意外 他就剛好就聽到聲音 他就往前閃了大概三十公分 然後撞擊之後 他又自己又閃了三十公分 所以他是全程閃過這樣 根據瞭解 疫情男子十九號 早上九點多 從公司出發 要是新北市中和座電纜線工程 沒有想到才開 沒幾分鐘車輛失控翻覆 還波及到另輛工程車 造成車尾毀損 肇事駕駛雖然從車內甩出來 但是相當幸運 只有輕微 擦措傷 驚魂翻覆車禍嚇壞周邊店家 幸好駕駛命大沒有大礙 但恐怕讓他心中留下陰影 三十月孟國華新宜 新北採訪報導